在众多的有关时间旅行的科幻片中 人无关系最让人脑中大开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主角通过时间机器回到过去 和过去的自己谈了一场恋爱 让过去的自己怀了孕 生下了一个孩子 而这个孩子就是婴儿时的自己 于是自己的父亲是自己 自己的母亲是自己 自己的孩子还是自己 讲述这个匪夷所思的故事的电影 就是前目的 以新鲜的视角提供原创的科幻影评 大家好我是问健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解读的科幻大片是 前目的地 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基本的剧情 故事的主角是一名时间特工 他的职责是通过穿越时空来阻止犯罪 在追捕一个被称为炸弹客的犯罪分子 因为炸弹爆炸 这名特工的脸被烧伤毁容 经过漫长的整容手术和恢复 七年之后 他以全新的样貌开始执行终极任务 他穿越时空回到1970年 在一间酒吧成为一名酒保 他故意和一个比名叫做未婚妈妈的男青年打赌 刺激这个男人讲述起自己离奇曲折的人生故事 这个男青年说 自己曾经是个女孩 在孤儿院长大 他非常聪明 身体也非常强壮 长大后 一个特殊的机构找到了他 邀请他加入太空计划 经过几个月全面的训练和测试 他出泪把碎 这因为和其他女孩打架被开除 为了生计 他白天做保姆 晚上去学习 某个雨夜下课之后 他遇到了一个神秘的男人 他们很聊得来 很快坠入爱河 然而不久后的某个晚上 那个男人突然离开 再也没有回来 而他已经怀孕 生活重新陷入低谷 之后他顺利生下一个女婴 却被医生告知 其实自己是一个双性人 但在生孩子时 他作为女性的身体机关被破坏 于是医生给他做了手术 将他变成了一个男人 不幸的是 两周后 他刚出生的女儿被人偷走 从此以后 伤心欲绝的他 开始以一个男人的身份 艰难地为生计而奔波 他痛苦毁了他一生的那个男人 他想杀了他 听完这个男青年的故事 身为九宝的主角 表示能帮助他找到那个复兴汉 于是男青年跟着九宝 穿越回到1963年 男青年极力寻找 那个他一直痛恨的复兴汉 却不巧遇见了以前的自己 也就是那个身为少女的自己 他发现这个少女 跟自己记忆中的不一样 他们恋爱了 与此同时 九宝穿越到另一个时间点 炸弹客正在安装炸弹 九宝被炸弹客打晕 醒来后 他看见整容之前的自己 正被炸弹烧毁了脸 上演了电影最开始的那一幕 被毁容的特工 急忙穿越到未来的1992年 九宝则穿越回1964年 从医院偷走了那个女婴 在把女婴送到19年前的孤儿院之后 又回到1963年 叫走了正在热恋中的男青年 男青年这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一直痛恨的 那个复兴汉竟然就是自己 而九宝就是未来的自己 随后男青年跟随九宝 穿越到1985年的时间局 成为新的时间特工 九宝则退休 穿越回十年前的纽约大爆炸之前 他找到并杀死了炸弹客 却发现 原来那个他一直在追击 并导致了他毁容的炸弹客 竟然就是精神已经失常的老年的自己 好了 基本剧情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部扑朔迷离的电影 这部前目的地 改编自罗伯特海因莱恩的短篇小说 你们这些回魂师 这部1959年出版的 经典时间旅行小说 讲述了主角回到过去招募自己成为时间特工的故事 前目的地这部电影 在原著技术上添加了炸弹客的情绪 曾侧不上 为我们展示了一段时尚最诡异的时间旅行 因为时间旅行 作为男性的自己和作为女性的自己谈了一场恋爱 然后生下了作为双性人的自己 因为时间旅行 作为特工的自己和作为炸弹客的自己 来了一场猫鼠游戏 最后自己杀死了自己 于是一个史上最诡异的人物关系网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自己的父亲是自己 自己的母亲是自己 自己的孩子是自己 自己的职业是抓捕自己 最后杀死自己的还是自己 我们在惊叹与原著小说的脑洞大开 电影编剧的锦上添花之鱼 还可以通过时间线来看看 电影是如何一步步别具匠性的编织出这个史上最诡异的人物关系网的 首先我们发出一条时间线 然后在这条时间线上标记出主角人生中重要的时间点 按照一个人的人生历程 从出生到死亡 我们可以将主角的整个人生 划分为六个阶段 每个人生阶段在电影里都是一个不同的角色 第一个阶段是女婴 1945年9月13日 主角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 被人送进了孤儿院 第二个阶段是少女 1945年到1963年 在孤儿院长大的女婴成为少女 1963年 少女18岁 与一个男人恋爱怀孕 随后这个男人莫名其妙地离开 1964年 少女生下了一个女婴 第三个阶段是变成男人后的七年 1964年 少女生完孩子后 孩子被人偷走 同时因为健康问题 少女接受手术变成男人 1970年 成为男人的六年后 青年在酒吧遇见了一个酒宝 第四个阶段是青年时的特工 1970年 十年25岁的男青年 被一个酒宝通过时空穿越 带到了15年后的时间局 从此成为一名时间特工 1985年到1992年 男青年当了七年的时间特工后 不幸在拆弹任务中被毁容 第五个阶段是整容后的特工 1992年 男青年被毁容后 开始了漫长的整容手术和恢复过程 七年以后 容貌大改的她终于复出 开始执行终极任务 回到1970年的酒吧 以酒宝的身份 招募已经变成男人的自己 成为时间特工 第六个阶段是 精神失常的炸弹客 在完成了回到过去招募自己的任务以后 整容后的特工 回到1975年的纽约大爆炸发生之前 发现原来炸弹客 竟然是老年的自己 她狠心杀死了作为炸弹客的自己 并在那里开始自己的退休生活 然而此前已经超越极限的时间穿越 导致她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 逐渐让她失去理智 一步步变成了那个老人炸弹客 这六个阶段 构成了主角完整的一生 在电影中 主角的工作是时间特工 经常进行时间穿越 但其中有那么几次穿越 是对她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穿越 现在我们就基于这根时间线 画出那几次关键的时空穿越线 第一次关键的穿越是 主角从1999年的时间局 穿越回到1970年的酒吧 招募已经变成男人的自己 成为时间特工 第二次关键的穿越是 主角从1970年 带着已经变成男人的自己 一起回到1963年 然后与还是女儿生的自己恋爱 导致身为女孩的自己怀孕 生下了一个双性人婴儿 第三次关键的穿越是 主角从1964年 带着偷来的婴儿送到19年前的孤儿院 婴儿长大后成为了一名少女 第四次关键的穿越是 主角从1963年 带着已经变成男人 正在热恋中的自己 前往1985年成为了时间特工 第五次关键的穿越是 在完成酒吧招募任务之后 主角从1985年 回到了十年前的纽约大爆炸之前 杀死了炸弹客 现在这根包含了 时空穿越线的时间线 看起来已经有点复杂 似乎也看不出什么特点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张图 使用关键时间点作为支点 做一些变形 同时去掉一些不影响我们理解的线段 就会演变成这样一张图 为了完整体现主角的一生 我们需要再加上 成为炸弹客之后的主角历程 这段历程开始于主角退休 回到1975年 杀死炸弹客之后 那时因为超过了时空穿越极限 而导致的精神问题 使得主角开始一步步变成新的炸弹客 他以挽救无辜生命为由 在时间线上穿越 制造爆炸 最后回到了1975年 并在制造下一次大爆炸前 被另一个自己杀死 我们简单地把这个过程 画上一根曲线 从1975年开始 又在1975年结束 在完成了这张变形处理后的图之后 我们稍再观察就会发现 主角的人生 实际上是几个死循环 第一个死循环 是主角19岁之前的人生 婴儿在孤儿院长大成为少女 少女又和变成男人后的 自己恋爱怀孕 少女生下婴儿之后 又做了手术变成男人 婴儿被偷走 被送到过去 送进了孤儿院 这是主角少女时的死循环 在这个死循环里 母亲父亲和女儿都是同一个人 这里没有真正的起源 也没有所谓的结局 第二个死循环 是与时间特工这个职业相关的人生 身为时间特工的自己 被炸弹毁容 经整容之后回到过去 以九宝的身份 招募已经变成男人的自己 再让已经变成男人的年轻自己 和还是一个女儿生的自己 变爱生子之后 年轻男人版的自己 前往1985年 成为了新的时间特工 第三个死循环 是那段成为炸弹客的人生 退休后的主角回到了1975年 杀死了老炸弹客 却因为精神问题 在看到了报纸上的犯罪事件之后 决定像以前那样 穿越到案发之前 然后他决定制造爆炸事件 把那些犯罪分子干掉 却殃及了众多的无辜群众 一步步变成了新的炸弹客 这三个死循环 自我循环 又与其他循环 缓缓相扣 构建出了一个史上 最匪夷所思的人物关系网 故事的主角一遍遍活在这个关系网中 无法逃脱这个命运的死循环 回到过去的时间旅行电影 往往都会遇到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这是时间悖论的问题 前目的地这部电影的英文名是 Predestination 直译就是宿命命运的意思 与电影相关的时间悖论是 Predestination Paradox 也就是命定悖论 这是回到过去会引发的一种时间悖论 命定悖论大概的意思是 当你回到过去 准备阻止某个事件的发生时 你会陷入一个时间因果循环 也就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一 影响了时间穿越这个事件二 时间穿越这个事件二 又造成了事件一的发生 正因为这种时间循环存在 使得历史不会因为 时间旅行者的穿越行为而改变 换句话说 命定悖论意味着 当你回到过去后 你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历史的 那么根据这个理论 即使扎坦克在报纸上看到的犯罪事件 全部被阻止了 没有发生 也一定会出现其他时间点的 其他犯罪事件 才会导致有精神问题的炸弹客 一定要去阻止他们 才会有年轻版的自己 去阻止炸弹客 才会有毁容和招募任务的发生 总之 主角的整个人生 就是时间线上不断重复的主循环 没有起源 也不会结束 前目的地 豆瓣评分7.7分 IMDB评分7.5分 烂番茄新鲜度84% 我的推荐指数 四颗星 科幻加篇 值得一探 坚持独立思考 以新鲜的视角 提供原创的科幻影评 我是问剑 写科幻小说 看科幻电影 喜欢我的科幻影评 就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